志玲你人生有经历过 吃这么多东西的日子吗 我觉得太多了 吃这么多会OK吗 有点极端 感觉就是你每天都会花 很多很多时间 在做这些事情 要订闹钟 对 而且他每天 他说他睡前要吃40片药 太多了 肝脏都不好了吧应该 对啊 美白都会伤肝 但我有吃护肝片 其实我觉得 不管每一个阶段 你都有当时的身体 和你的状态 然后身体也会 给你相当的宽容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有时候他们会过度的 包括这些保健食品也好 这些被动性的运动也好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反效果 我觉得每一个年龄 去接受那样子的身体 和那样的状态很重要 你有使用枸杞的习惯吗 还是会 用在哪里 保温杯里啊 枸杞 保温杯 它还有一个神秘的保温杯 里面然后会出现 不同种类的养生茶 对 补气 补血 有用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 另外一个词是中年少女 你认为中年少女是几岁 我们90后也不算是少女吧 他们男生看到我们都会说 你们这个面孔都已经老了 是不是 这一集是为林志玲而做的吗 我走了 每个人都在说话反刺她 可是志玲就是少女感很强啊 对啊 对啊 你好 你好那么大声感 对啊 你们五个人等一下要告诉我们 你们对于养生这件事情的看法 每一期节目 我们将按照主题邀请各领域 你们的行为还有心理呢 一起来看看吧 好 然后这里你想先听谁的 我的养生方式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那我是想要变漂亮 所以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 一整天都在养 那这个桌子完全放不下我的东西 所以我有把家搬过来 对 差不多半个家 来 大家进来我看看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穿这个贝贝夹 因为他可以帮你把 你是说系了驼背的吗 对 它很有用 它真的很有用 就是你每天开间的 然后早上起来穿着 到晚上睡觉你再脱掉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早上起床 然后这样子往后拉就好了 但是我拉一拉之后 一会儿又想要脱下来 她不是一个喜欢靠自己的力气的人 对 然后早上要喝很多的五穀粉 好的 就是什么芝麻的 你们知道芝麻是补什么吗 头发吗 对 补头发 然后杏仁是补什么 可是你早上吃这么多东西就饱了 对 就不用吃早饭了 所以有一些瓶瓶罐罐的是保养品吗 这下面这个瓶瓶罐罐的 就是这么多药 就是我晚上睡前要吃的 像是那个蔓越莓 它是对女生很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葡萄籽 抗氧化 太重要了 美白最重要的就是抗氧化 还有就是美白丸 为什么妹妹对你们两位巨星讲话的时候 好像觉得你们不懂美白的样子 不是 我就寻求那个透明的 不是 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一切 现在都很容易放空 所以你现在有一种 历经苍苍在回头看她的感觉吗 就是说这些东西谁不知道啊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 哦 这是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抽脚的 这我真的没看过 竹蜻蜓 是不是很适合她 像说来Amo 我刚好我刚好拿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就是哆啦Amo 这样子 对啊就是竹蜻蜓 没有她不是 她不是这样子用的 她 很瞎 她是一个瘦脸的东西 啊 然后 她自己是不会动的 用给我们看 我希望你永远都那样 这样会使得咬合肌更严重 她说是能够让你的嘴笑得更加的灿烂 就有的人可以 不要再聊这种废物了好吗 再打一个让你有票可以那个投的 这个训练的非常的好 她太适合那个大长腿了 啊 她是锻炼的 你知道吗 她锻炼那个臀部的肌肉 你坐在上面就在锻炼了 你要握着两边 这晃吗 然后 对你往左右晃 哎 又晃了 哎 然后就跌着 然后就跌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就跌倒了 都跌倒了 你干嘛 哎 哎 什么烂东西啦 哈哈哈哈 米润你跌倒了你都好奇 就真的锻炼的到了 而且你说适合大长腿啊在这边根本动不到啊 不是 她在这上面动着 然后你就可以前后左右这样 不是 你根本坐不稳啊 就零票啊 真的是零票 其实还好啦 是坐稳还是可以坐稳 就是很难动了 原来那个超市门口有一种叫摇摇乐 你知道吧 好一个硬面的那种 一块钱就可以摇得很爽很稳 还有音乐挺 是吧 还有洗洋洋造型什么的 多好 我没办法想象你在家看起来会有多愚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认同刚才余润所说的请按一 不认同的请按二 来 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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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们这些人 就应该女生居多 他们只看颜值 这些人不公正 潘余润呢 是长得很精致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他就属于我们生活中典型的那种叫重度健康保养者 那这个重度健康保养者呢 其实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这些瓶瓶罐罐身上 从头到脚一个细致的护理 那其实在我看来是有点过度了 第一个他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未见的都用到 其实这就是造成一个社会资源的浪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 有点过于细致 就像养生堂这样的节目 有一批观众是看了以后 每半小时量一次血压的 最后记下来厚厚的一本血压记录 然后给到医生说 你看我的血压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种就属于就是叫过度健康 过度养生的这种关注者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 我就要卸下健康的包袱 因为实际上 你已经比别人多投入了几倍的精力在健康上了 如果过多的投入这种精力在上面 又会形成一种焦虑感 这种焦虑感就会造成 你好像有一个药没吃 有一个营养品没吃 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涂 自己就感觉不舒服 这样的话其实呢 我觉得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所以要让健康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陪伴你左右 而不是变成一种重度的负担 那这里下一位你找谁 高兴的好了 我养生的看法就是跟风 因为我觉得别人筛选过一遍的那种就比较好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打开电视 就看到那个养生节目就说 就是脚底有很多穴位 你自己去足底按摩 你可能就要花很多钱嘛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什么 就是上面全部是对应的每个地方 立马马 要看一下吧 穴位 不过你是每个人脚的大小不同 可能那个穴位会好 我给大家都带 它是军马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穴位 它对应的是身体哪个地方 它这个袜子上面都有标记 它不会掉色吗 感觉 哎你们去吃那个烤肉店啊 就是那个牛的部位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谁要穿 丑死了 我猜不出来 在脚底可以按肩胛骨啊 就是它是 它有不同的反射区 所以它扁头体 竟然是大拇指 就比如说你胃痛的时候 他点这个地方 按三次 每次按三十下 它是真的有缓解的作用 好 先生请进来手牌拿下 我们